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不少都会出现零语戏,而每当这个时刻剧情往往也都是非常煽情的桥段,这种拍戏的手法确实比较烘托气氛,很容易就把观众带入到剧情之中, 而有些明星也离这类戏的时候虽然也是很敬业的完成了,不过内心还是不太喜欢拍摄铃鱼戏,小编想了想或许原因就是以下几点吧,第一点是明星的妆容很容易就被谁给冲掉,例如在电视剧抓住彩虹的男人中,虽然这个铃鱼桥段为这部戏加分不少,不过很明显就可以看到正上脸上的妆容已经被冲掉了, 连眉毛都只剩下了自己的,脸也显得有些苍败,英与杨子的关系让秦俊杰也渐渐被大家所熟知,平日离英俊有形的他在戏中,被一场语戏给彻底的暴露了他眉毛广淡的事实,男神一下就成了苦于生火的大业形象, 估计许多观众看到之后也都曾在荧幕前笑喷,不过在雨戏中脱装最搞笑的《海棠树光环》之后,这部剧中的女主角,她的假睫毛在雨中简直酷炫至极,虽然非常坚挺并没有被冲掉,磕水顺着她的睫毛不断向外喷, 这画面太心感了,哽神的是男主角居然没有笑场,第二点就是明星的发型了,如果是没有刘海的话还好,一旦有刘海的话整个人物形象,就很容易就被毁掉, 例如沈月这个画面任谁看到都会觉得很注意吧,这几缕贴在额头上的头发,简直就像是条星脉一样, 迪丽,这发的颜值不需要多说,可当她在戏中连着大雨发型,成了这样也会让人觉得比较怪异, 在扶摇中杨敏的一场连礼戏让人十分心疼,因为羽量真都很大,然后就把杨敏的刘海给冲刷成了几缕, 顺便又让杨敏录了一下自己的发际线,对于这样的雨戏杨敏应该会不太喜欢吧,第三点就是明星平日里工作太忙了, 在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精神压力之下,让他们的身体状态不会太好,在雨中拍戏的时候难免身体受不了, 毕竟这可是人工降雨,都是水管里的凉水,有时候水管还会伴随着超高的吹风机来一起对着吹, 比利热巴和奔伦在演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时候,在七七遭遇了年始流的这场戏,人工降雨把热巴从头到脚全部都交得个湿痛, 这场戏还一直在跟地,热巴在雨中都被冻得颤抖,所以在空档河拍完这场戏的时候热巴都会立刻拿热水袋放在头顶上, 毕竟头部受凉会偏头痛的,刘一飞一拍完雨戏,助理就会火速赶来送上毛巾, 看着刘一飞全身紧缩在一起动画的样子,真是挺让人心疼,陈乔恩拍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时候, 因为当时的气温只有12度,所以现场拍雨戏,那时候简直把她给动哭了, 据说她当时都是强忍着在演,导演一喊停,陈乔恩都被动得连话都说不出了, 有些明星不喜欢演邻居,系的原理除了一身极点,各位看官还有能补充的吗?